今天是2022年12月13日星期二 最新一期的QQ音乐MV巅峰榜公布了 虽然周深歌曲《焰火》没能够在油泥榜上拿下周冠军 但庆幸的是这首《焰火》已超过110万的得分 拿下了MV巅峰榜、全球榜和内地榜双榜冠军 恭喜周深 说到歌曲《焰火》小编之前也提到过 这首歌曲已经成功入围了马来西亚的多个音乐榜单 并且在最新一期的买20大咖音乐榜中获得周冠军 在《勾宣20》中拿到了周第三 如今又有好消息 周深凭借这首《焰火》重返新加坡最新龙虎榜 真的好久没有在最新龙虎榜上听到周深的消息了 上一次上榜应该还是在3月份 已经有超过半年的时间了 喜欢这首歌曲的小伙伴 尤其是海外的小伙伴 可以助力周深的歌曲 目前该歌曲是以第20名新歌入榜 说到周深的歌曲不得不提的还有 明天晚上七点半的《世界杯音乐盛典》 说到《世界杯》明天是比较纠结的一天 因为明天是《世界杯半决赛》 梅西带领的阿根廷将会对阵科罗地亚 希望这场比赛能够像明晚周深加盟的《世界杯音乐盛典》一样 那般完美 周深还为这场盛典录制了口播 周深希望自己腿长1米8的话题 也在昨天登上了热搜榜 期待周深的新舞台 时间过得很快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12月中旬 这也就意味着跨年马上就要到来了 根据网络上的爆料 周深近日将会在折尖台中录制央视跨年晚会 无独有偶同样是来自网络上的消息 周深还会在无系录制B站的跨年晚会 结合之前的小道消息 周深目前至少被传有四家平台的跨年晚会 这其中就包括央视 B站 折尖卫视和江苏卫视 当然这些还没有得到官宣消息 相信距离官宣也不会太久了 对于跨年 你最期待周深与哪个平台合作呢 欢迎留言评论 同时欢迎订阅我们 每日都有经历更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